作为一个非常认真搞笑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晓并颁发的第一个奖项就是 最具娱乐精神奖 获得幽默观察家最具娱乐精神奖提名的邀 参加试吃却永远吃不到东西的呆萌胖哥 最入戏的门牌继承人摔根斗哥 在奇妙电车上积极从众的羞涩小哥 在奇妙电车主题中 刷脸验票系统 怪怪的防震动作 还有诡异的暴数 被观察对象们享受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奇妙旅程 其中这位羞涩小哥最让人记忆深刻 奔放的群野们让小哥摩拳擦掌 但羞涩的他却总是欲据还迎 尤其是这刷脸三连拍 本来有点放不开的小哥 一步一步 终于 萌动加一 血腥力加一 能量一百 看来小哥的娱乐精神被我们挖掘了个彻底 在寻找门派继承人主题中 门派总是通过脑洞打开的各种测试 寻找天赋一柄的继承人 候选继承人中 大家一定记得这位明星脸小哥 怎么样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 暖和 暖和 面对演员的发功 他无比真诚的说着瞎话 不仅是动嘴 根本没有一点功夫的演员 竟然让小哥摔了一个豪华大跟头 这位小哥的武器成功和娱乐精神 导演组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试吃主题中 兴冲冲来参加试吃的他们 面对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 其中 这位胖哥 让所有人笑到直不起腰 一次次希望落空 一次次与美食失之交臂 胖哥选择 呆萌的敲舟抗衣 这可爱的优越眼神 真是快把导演组蒙翻了 所以 获得幽默观察家 年度最具娱乐精神奖的观察对象是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大奖得主的精彩表现吧 第一位观察对象 是这位黑衣大哥 这像扑选手一样的体型 掩盖不住他萌萌的内心 刚刚落座 他的小眼睛就灵活地转着 孩子般大亮着这个新世界 餐前小菜 手餐圈 对手指 热腾腾第一波上桌了 怪怪怪 饭还没吃上 就要和厨师这样亲密接触 外蒙内蒙的大哥伸出手指完成了这个仪式 而且还笑得见牙不见眼 大哥这么配合 我们怎么会放过你呢 在主厨的示意下 四个老大不小的演员 一起戴上了婴儿围兜 大哥看着自己手中的婴儿围兜 笑容中明显带着几分抗拒 他会戴上吗 大哥行动的双手突然停顿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虽然一波三折 但大哥终于戴上了 一秒变回徐陵前 黑衣大哥与小黄鸭 一二维都更配哦 大哥有些紧张地摸了摸脖子 似乎感受到导演组 几乎穿破隐藏设想机的 满是阴谋的目光 这个虾是阿拉斯加的虾 既然是来试吃 当然要上美味了 那么我们就赶紧给五位时刻 送上四只虾吧 大家一拥而上 抢走了仅有的四只阿拉斯加大虾 大哥扑了个空 看着铁板烧大虾 只剩下一块空空的铁板 他一脸委屈地问道 大哥的招牌笑容消失在了脸上 为了安抚大哥受伤的心灵 给予他新的伤害 主厨详细说明了新的夹菜规则 就为了每一个人能吃到 就夹一个 然后就传给下一个人 我刚才不好意思 大哥嘴上说着不会不好意思 心里说着 给我一锅 我都不会不好意思好吗 这是大哥的心跳声 这几股传花一样的氛围 让大家都紧张了起来 究竟大哥能分到土豆吃吗 哎呀 林座儿明显是故意地失手 抢走了大哥的土豆 这人世间最远的距离 是近在眼前 却失之交臂 大哥实在忍不住 富汗出了内心的小委屈 太过分了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 被有被有被有 兔子结了还咬人呢 大哥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举动 惊吓倒计时 他居然拿起两只筷子敲出抗议 大哥这萌卖的给你一千分 动刺大刺别让气氛冷下来 下面就上菜 炒盒粉值 骗你没商量 这个炒盒粉呢 特别是要抢了营养 所以站着吃营养吸收比较好一点 主厨说站着吃会更美味 自询为美食家的大哥 怎能不照顾 可是 为什么只有自己站了起来 大家都不动呢 我是我的意思 我是说 不是站着吃 而是站着吃 不是站着吃 是站着吃 主厨你好无聊 普通话都讲不好 你讲什么冷笑话呢 大哥被这连串的诡异事件 吓到婴儿为兜都掉下来了 为了让大哥你舒缓一下心情 让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 话音刚落 主厨这狙击枪一样的手势 又吓了大哥一跳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黑衣大哥警惕 而僵硬地看着大家 唱儿歌接龙 弟弟的弟弟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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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但是我们准备的活动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到此为止 结束这奇妙的试吃 骗你的 还有最后一个隐藏剧情杀手锏 值得大哥上钩哦 一天活动结束的大哥松懈下来 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水 就在此时就在此刻 惊吓剧情一触即发 大家居然在杯子里一起洗手 大哥的双下巴都被吓掉了 让我们放过大哥 结束这也许会让他一生难忘的 奇妙试吃之旅吧 你好 我们是那个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因为可能我们的不一样 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 所以我意想不到的结果 真的笑死宝宝了 我觉得这几个观察对象 他们是如何做到 对我们节目那么深信不疑的呢 就是很简单 我们经常说了一句话 这是从众的威力 而且我最喜欢里面 那个试吃的小胖哥 因为他一直吃不到 他就好着急 然后你敲碗在那里做抗议 太萌了我觉得他 所以在呆萌界呢 他感任第二 没人感任第一 佳琪哥你说到呆萌 我倒想起来 我们这个节目测试里面 经常有一些妹子 又可爱又漂亮 又呆又萌 接下来马上要设置一个 叫做最呆萌妹子奖 我也好期待 赶紧看看啊 是谁拿到了最呆萌妹子奖 认为优默观察家 最呆萌妹子奖的 是以下观察对象 对暗号主题中 无比重女青男的圆脸妹子 当男演员来对暗号时 她如冬天般冷漠 我是地瓜 土豆 土豆 我是地瓜 害怕 忐忑 逃避 她深深伤害了男演员 而女演员出现时 妹子天真 好奇 跃跃欲试 如春天般温暖可人 你是风儿 不是虾 不是虾 终于找到女人 认真接受这样的性物 天真的这样拯救地球 妹子的呆萌 实在太可爱了 代班摊主主题中 路人们被拜托帮临时走开的摊主看摊子 他们将要面对两位奇葩的外国摊主 在众多观察对象中 这位妹子以呆萌属性 并拔最受欢迎头筹 他有僵硬的四肢 和演员们在街头再歌再舞 还有拼命三娘的精神 别人看他 妹子简直是有灵魂 在书写乐于助人的赞歌 临时演员主题中 路人们被拉来做电影的临时演员 必须为男主角挡枪而死 这位绿衣小妹 乐得好像吃到了天上吊的大馅饼 被选中 她乐成这样 和男主对戏 她笑成这样 连悲情戏 也被她演成了这样 不喜剧 妹子如此呆萌爱笑 也是打奖的有力进入歌 最终获得 最呆萌妹子奖的就是 赶快让我们投资一下 她的表现吧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那个档 因为我现在自我唱小 就上个厕所 谢谢 不给妹子换出时间 美国摊主老蔡立即登场 你好 演员出场就转英文 妹子紧张到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不会说英语 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起 我不会说中文英语 听不懂 听不懂 崩溃的妹子捂住耳朵 似乎这样就能逃离这个 充斥着疯狂英语的世界 看来妹子已经对英语 控制到了极点 那么韩国欧巴 妹子会不会比较喜欢呢 韩国欧巴 妹子会不会比较喜欢呢 韩国谈中小李的登场 让妹子彻底大混乱 她开始搓耳朵 没用呢 妹子 如果这个动作有用 就不会有那么多同学 英语考试挂课了 她有没有教你那个动作 你说中文就好 没教你动作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一听到中文 妹子就像迷路时遇见亲妈一般松了口气 别那么快放心啊 妹子 后面还有以你为主角的歌舞大联欢呢 其实就是结束的时候 再来 虽然妹子不协调的四肢各种僵硬 但这主动配合的精神超可爱 学会了舞蹈 再来学天团之歌吧 你的部分 它是节奏 对 你的 到了十件时间 妹子却声声地把帅气说唱 做出了小鸡啄米的感觉 卖柚子 卖柚子 有钱 有钱 付钱 费钱 付钱 不用钱 眼看妹子做得越来越熟练 下至三岁小朋友 上至年龄保密的大妈通通看呆 看来这广场摆摊天团 非常有市场价值 有 不错不错 她那个不好吃 八块 这有一点咸菜鲜 不在你菜牌 面对演员的不良竞争 和挑剔的顾客 妹子会怎么做呢 这个我们是家先说 那你带了 然后再拿出来了 家乡你家乡哪里 我在画周导 然后画周导 你种花生做水导 哇 妹子 你这话编得真好 都不用打草稿 这个再便宜一点 我们酒拍不起 我们酒拍不起 什么 居然真的讲 家了 妹子你不需要请示一下原来的摊主吗 因为我觉得这些花生 太多买回去 有一些很多都是辣的 如此好说话的妹子 却碰上了难缠顾客 又要吐槽又要蹭吃 妹子会怎么办 要是吃得多的话 我在这里就买的话 都可能又要放年价给你收 放年价给你收 原价我就不买了 算了还是不买 温柔的赶走外单 给妹子点赞 又来人 又 跟你们 跟着五块钱一条 又是六块钱一个 我的笔法吹了 真假的 激烈的竞争又要开始了 看演员出去进梦 招 面对挑衅 和我不禁锋的妹子会怎么办 这痛不欲生的呼喊和表情 让导演组隔着屏幕 都感觉到了妹子的疼 她会放弃吗 健康的妹子选择再次挑战自己大腿硬度的极限 她成功了 妹子 我们为你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赶紧结束我们妹子的九九八十一难 并谢谢好心的她吧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一边看了 我们发现了 这边我们所有的观察团团员 男成员们 哎呦 个个都控制不了 这边看嘴和尚 不过说到这个 我也要为女性观众们去争取一下福利哦 我们这个奖叫做最具男友力奖 佳琪哥哥 你知道什么叫男友力吗 男友力 男友一定要有力啊 这个吗 有力才能够保护好女友啊 不是的 男友力的就是适合当男朋友的程度 程度越高 男友力就越厉害 也就是说所谓传说当中的男人味 我闻到了 我闻到了 哎 其实这样佳琪哥哥说的 就是说你又兼具着那种霸气 天 而且呢 最能激发少女们少女心的那种 叫男友力 哎呦 我好迫不及待看看究竟是谁 还用看吗 我就是啊 我就是让大家看的 没错啊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在各路英雄救命的情节当中 到底能够获得我们最佳男友力奖的是哪些 请看 现在给你提名的是 幽默观察家 最具男友力奖入围的 有以下观察对象 假男友主题中的毒蛇小哥 咖啡店里 林庄女孩拜托你假扮他男友 来应付难缠的前男友 热力英雄中 这位小哥救美救的 最让人拍案叫绝 他看似呆忙 却攻击力爆表 小哥以彪悍的男友力 给男演员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重伤患者主题中的暖男小哥 在所有帮忙照顾女演员的好心人中 这位小哥以超高的暖心指数 获得一致好评 他在大街上变身人肉电唱机 为了照顾患者挑战杂技 我们只能说将来嫁给小哥的女孩子 会是幸福的 摆地摊主题中的耿直小哥 在帮忙女演员临时看顾摊子的观察对象中 这位小兄弟虽然被两位奇葩贪友 搞得手足无措 失魂落魄 还是老样子 就是帮我拿五个六支皮 五个六支皮 但是面对这样的奇怪要求 他依然好人做到底 这位小哥必须入围最具男友力奖 那么获得幽默观哑家 最具男友力奖的观察对象就是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精彩表现吧 小哥 你好 请你帮我一个忙吧 就是我想上个洗手间 然后我妹妹不方便 看妹妹这诡异的造型 哪里是不方便 是很非常特别不方便吧 小哥会答应这陌生人的请求吗 见到伤成这样的是一名弱女子 小哥终于心生怜悟 接下了这个可思剪 哎呀 我小哥的帅哥看你 你要乖哟 男女受受不亲 小哥虽然身负重任 但还是和演员保持距离 但这对患者的离奇伤势 就像一根狗蚁草 挠得小哥的好奇心心养难耐啊 挺严重的 现在都动不了 什么事得别人帮我做 我 我的那个轮椅背后 有一个小袋子 里面装了一个橘子 小哥十分顺从地拿出了橘子 非常自然地开始播 不假思索地放进了自己嘴里 然而 帮好了吗 拥有的许莫却好似晴天霹雳 哈喽 小哥尴尬的笑容 武胃杂沉 风中凌乱 难道 这橘子不是给我的酱吗 内疚的她 小心翼翼献出了剩下的橘子 能帮我再抱一个吗 听到这如获大赦的要求 一消灭掉了 可能会被打做最争的橘子 我又破了个橘子 难道了吗 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男孩 把橘子孝敬给了太后老佛爷 然而 你这样吃得懂 好心的小哥开始赌老金 果然他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我有一筷子帮你 这么长的筷子 金的小哥声音都在颤抖 超长筷子并没有让小哥退缩 他当着斗鸡眼 抖着手 尽难地架起了橘子 为了满足演员 愈何难填的胃 小哥想了个省时省事的好办法 竟然能想到这刚才 那个冲的橘子 除了小哥也是没谁了 泪的花 尽情最作的还 还是我被影了 哦 谢谢 不要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啊 就是要制圈 小哥 嘿嘿 要我唱是吧 小哥心里已经开始 温西起 须之谦的成名曲 哗得那么深 哗得那么认真 那你唱洗刷刷吧 什么 这大妹子脑筋大约急转弯了 感情是在玩飘移吗 现在的女孩太任性 小哥简直无言以对 洗刷刷洗刷刷 洗刷刷洗刷刷 洗刷刷哦哦哦哦 小哥就这样唱了起来 简直主唱和伴奏 还炫气似的来了一个 哦哦哦哦 眼见小哥玩的如此欢快 导演总决定继续放招 主人来电话了 主人来电话 喂 更惊悚的剧情说来就来 喂 犹如抱的一颗核弹 小哥的三观被炸开了会儿 什么 他眼睁睁目送着刚才还不能动 我的演员 从眼前行动自动的飘火 这两个人就这样任性的上蹿下跳 动手动脚 小哥不仅陷入了迷茫 震惊 纠结 疑惑的深渊 啊 苍天啊 大地啊 这什么情况 他举目丝望 似乎想要寻找把这名患者托付给自己的姐姐问个清楚 然而并没有用 我可以帮我拍一下手屏吗 摸一番龙卷风般的脑力激荡 小哥的理智开始回归 我自己应该可以吧 我做房子这样子真的有一点难 像个娇小乐团的指挥家一样 小哥激动的哗呀哗 抖啊抖 然后跪着演员刚才上蹿下跳的路线 试图证实他完全可以行动自如 我不是一直坐在这里吗 什么呀 那你刚才是看见你 灵魂出窍咯 真的不行 因为一生死我就不能乱动 然后不能使力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睁眼说家话之人 小哥激动的开始语如冷似 刚才这电话你还 我好久没有碰过电话了 我的天 我都没有带电话 太弱了 太无赖了 太过分了 小哥除了点头什么也说不出 可能他被这巨大的刺激弄到患上失语症了 有人来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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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电话了 又来电话了 又来 小哥露出一个迷之微笑 然后掏出了手机 他想干嘛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呢 趁女演员不注意 小哥做出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事 像是终于听到了小哥内心的哀嚎和呼唤 姐姐演员回来了 刚才发生了 外面没有麻烦到你吧 没有 真的不麻烦吗 就在此时 小哥掏出神秘的手机 走进了姐姐 小哥想做什么 原来 机智小哥 刚才偷偷录下了重伤演员活动自如的影像 你怎么会走啊 你怎么 揭露完真相 我赶时间我要走 注意的赶时间男孩 马上准备逃跑 别走 小哥 让我们告诉你真相 哇 没有想到刚刚那个小哥那么暖心 我真的很想把他介绍给我单身闺蜜们 看起来很呆萌 这个小哥原来是个腹黑的 对啊 而且他居然能够在大街上瞬间变身 人肉点唱 几乎也是醉了 唱歌啊 这个环节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小颗 我们的导演组也是坏坏的啊 迫使我们所有的这个被观察对象 十般般武艺全部要收出来 比如说呢 不要剧透 我们先看嘛 到底是谁获得了最佳才艺奖吧 复得幽默观察家最佳才艺奖提名的有 寻找门派继承人中的平头大哥 通过脑洞大开的测试 大哥被选为门派继承人 总是现场教功夫 大哥却怎么都学不会 为了练成绝学大哥竟然扛起凳子唱起了歌 这位调等加深的歌王获得了导演组如滔滔江水一般的崇拜 快 怪怪的老板强悍了竞争对手 让面试者释出十八般武艺 在这个奇葩面试主题中诞生出两位入围者 这位胖哥体验了女同事上班的辛苦 展现了惊人的模仿实力 这么卖力展现自己的胖哥 无入围都不行 而这位姑娘明明走的是高冷路线 却可以这样举重戴假发 这样好看吗 甚至这样走秀 这经过不让须眉的气势 也是最佳才艺奖的有力竞争者 那么获得幽默观察家最佳才艺奖 的观察对象是 众望所归 赶快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她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蔡一帆26岁 应聘岗位客户经理 第一位观察对象 就是这位健壮如牛的胖哥 嘿嘿 这不 房间里飘出的诡异歌声 就是给你准备的 餐前小餐哦 从这歌声里胖哥应该已经感受到 这面是斗童寻常 然而旁边这位身披鲜红斗篷 乔彩翠绿拖鞋的女演员 更加把胖哥的好奇心 掉到了嗓子眼 我只见男演员身披土豪金斗篷 犹如刚刚打倒三十个对手的拳王一样 大步流星充风迭逸地走了出来 捕捉到关键信息的胖哥 瞬间忘记了上一秒的犹豫和嫌弃 他如获至宝地披上了金斗篷 同款翠绿拖鞋当然也不能少 有了魔性斗篷的加持 胖哥顿时感到自己 必将所向披靡 熊九九气昂昂 胖将军大步向面试的战场走去 神采飞扬和土豪金配一脸的胖哥 会收到老板什么样的评价呢 你怎么用我穿成这个样子进来 都投一盆冰水 把胖哥火热的心浇得瓦凉瓦凉的 我们这里呢每一个同事 男的要关心女的 女的要关心男的 所以我们把现在的样子 感受一下女同事 他们上班那个辛苦 什么啊 这怎么感受啊 胖哥内心一阵欢喜 咋突然问人家这个 第一次见面就送我礼物 不好吧 然而 这鞋怎么如此粉呢 胖哥左看右看 这的确是一双货真价实的 女士高跟鞋 莫非这就是体验女同事辛苦的方式 那咱必须好好表现表现了 胖哥主动穿上了鞋 他那闷骚的柠檬黄袜子和粉色高跟鞋 竟然意外般配呢 挺新奇的 嗯 老板鼓励的眼神 让胖哥燃起斗志 胖哥主动要求再走两圈 尤如米兰国际时装周压轴登场的超模 胖哥自信销魂的步伐 冲击眼球的穿搭 必将引起一股潮流飓风 尽此一役胖哥会有什么感想 去生女孩子的时候刚才特别辛苦 女孩子的话辅助她的一个 幸福 然后来维持工作的形象 特别伟大 胖哥好口彩 此处有掌声 你刚刚的照片没有 这极具个人风格的宣传照 已经深深震撼了胖哥的心灵 然而 我们老板最喜欢贪心的员工 我们老板最喜欢贪心的员工 我们最喜欢贪心的员工 秘书的强势助攻 久久回扰在胖哥的脑海 终于 胖哥 你这是要上天哪 世界欠你一个奥斯卡 胖哥别放松 好戏还在后面哪 让我现在给一番准利 一二五可以记住你的 老板的一句话 点燃了胖哥的表现欲 要表现什么 当然是咱最得意的力气 老板你要工作爸爸 老板你要工作爸爸怎么办 抱起我吗 大坦 老板是男人 谁允许你把他当公主的 胖哥 你想抱的是秘书妹妹吧 接下来就是一个见证奇异 不怕的瞬间 纤细的老板像根火柴棍 被牛魔王般的胖哥 轻松举起 这可老板小公主飞了起来 停在办公中的老板突然摸起了头发 他会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听到这句惊悚的台词 玩得正嗨的胖哥一个抬头 就看到了更加惊悚的一幕 目睹一切的秘书 认不住丧心病狂的笑场 然而胖哥心中却有千万只羊驼奔腾 他赎罪般的用假发给秃顶老板加勉 还不忘嘴上抹蜜的奉承个不停 他就帅了 真的完了 非常直言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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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么帅 那老板不能一个人摔啊 这个头发 你摆上去 你摆上去 为了监工不墨 胖哥也是拼了 如此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当然要摆出经典的魔性pose 好好好 好好好 打个电话叫小林进来一下 好好 贵人世忙的老板提到了一个名字 小林 胖哥的眼睛一转 暗自上心 有女朋友吗 冯箱没有 老板叫做 难道老板觉得公司的单身女青年 都急待我拯救 哎呦 不错呀 老板很容易眼光嘛 进来 进来 哇 三喽 这女长发飘飘的美眉 那就是我进公司的第一笔福利 你这段时间忙不见你 你去哪里了 老板突然拿出了霸道总裁的气势 你这段时间忙不见你 你去哪里了 好 我们吃饭的时间 严肃的氛围 让胖哥不敢作声 所以呢 我现在找到一个气势 你不用想办 原来是竞争对手 胖哥对时竞争起来 你看 我看到测试过后 他有才艺 又有力量 可以把他抱起来 那就比一下咯 对手下的战书 胖哥会接吗 胖哥果断起身 从雄伟的体脱上 抢先压制了女演员 你怎么玩 女演员灵机一动 开始挖坑 他就跳舞了 胖哥会顺从他的要求吗 我们跳舞 你要和我一起搭 你要和我一起搭 他啥呀 他啥呀 既然胖哥如此自信 我们女演员就要出大招了 女演员漫妙的舞姿 就如同春天水面的洋流 而邯郸学步的胖哥 就像吃饱了在运动的熊 一不小心 还能搞出个灾难现场来 Oh my god 你要学我跳啊 女演员发现了胖哥 一步一趋的模仿 这下可是要逼他出杀手锏了 你要学我跳舞啊 被惊出双下巴的胖哥 会接受这个挑战吗 胖哥 你后面的弯曲的膝盖 明显是想蒙后过关好吧 我们决定换个考核方式 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学一下 学题可以吗 一听到是考验智商的数学题 胖哥的信心一下子又上来了 这次你别爱你吗 OK 房间里有这么多人 老板却独宠我一人 一句鼓励 让胖哥得意地捋了一下刘海 这明明是老板的假发呀 看来胖哥已经和这顶假发 融为一体了 第一道题来了 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 加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 减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等于多少 滔滔不绝的数字 让胖哥很是慌乱 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战斗中 时间到 胖哥会怎么答 帮你一下 胖哥 男人要有点出息好吧 抢答 纠结的胖哥不停地搓着手 就像手里藏着个计算器 还是拥有你的大脑吧 胖哥 零 零 一八 究竟谁是对的呢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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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败尾的胖哥面色惨淡 一些朋友 高智少神能进到这儿 没关系胖哥 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 减一千两百三十四 减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 等于多少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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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 减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 减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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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还是选择了他 不出所谅 不算优秀的表现 让胖哥的面试失败了 他戴着土豪金披风 和老板的假发黯然离去 但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惊喜 正在门外等着他呢 你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节目 然后这是我们节目组 和你们公司送你的一个礼物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 你这有人头的书 不是说那个我被淘汰了吗 刚刚的老板 员工和刚刚的秘书 都是我们的演员 太意外了 真的太意外了 我觉得真的好开心啊 当抱他的时候 那个假发掉了 又没有一点尴尬 其实我很紧张 我为了怕老板会被打网 佳琪 这么多这个观察对象 你觉得你能不能选出一个幽默之王来 幽默之王就是下一个 有可能是我 有可能是你 有可能是电视机前面正在看节目的你们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观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说不定很可能下一个被观察的就是你 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打上99分 剩下的一分留给电视机前的您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观察内容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 太阳镜大力支持 想看我们节目很简单 您可以在广东卫视 逢周一周二晚上的21点10分 看我们的首播 当然还可以通过爱奇艺腾讯视频 看我们的完整的节目视频 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新闻网 中国青年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搜狐娱乐 凤凰娱乐 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 ZAK新闻客户端 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资讯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